红色醒目的钢梁结构一旁工作人员还在施工 在历经短暂时间的钢梁吊庄凤桥施工后 现在妈祖港桥半边的钢梁结构终于完成 由于之后将有捷运黄线从下方经过 因此完工后的安全检查将会更加慎重 因为妈祖港桥未来的捷运的黄线会从地底下穿过去 所以我们妈祖港桥在施足的时候 我们有先进行地盘改良 那以地后续未来捷运在地下穿越的时候 可以维持它桥的安全性 那目前钢梁的部分我们也有注重 特别注重它的安全 因为毕竟捷运经过 那带钢桥的部分的安全系统 都是足够来应付未来的一个车流量 半座红色桥生横跨在前镇河上 新的醒目钢梁造型更是引起民众注目 不时经过观察 听人来看看 现在做得比较用 以前的车子车 戴车在顶外去走 车都会这样 路看起来看 现在做起来看起来就越用了 右手也赞了 可能是必顾地比较好 较用 地基 对 非常贅 比较没有那么杂乱 比较漂亮一点 用起来会像海拌桥一样很漂亮 地方民眾相當樂見 媽祖港橋有更堅固的橋深 不過也更加期待 橋樑能早日完成 全面恢復通行 政府是非常認真 五角球 因為這個公司 都是我們堅定 這方面的期待 因為期待就是說 快做好 讓我們過五角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邊右側邊這邊做好 九年調起來 看起來非常好看 新的鋼骨結構 雖然已經完成 但後續還要進行 另外一邊的施工作業 預計明年底才會全部完工 新工處也特別感謝 民眾的協助配合 但也要麻煩再多耐心等待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